Hello 60后车友新闻的Miu 我们今天去楼港消费 因为我们发现了 有一间店铺有一个全包型 三千多元 但有一只五斤重的长脚蟹 还有烧鵝 超棒 值得吃 现在就是这个六楼的上面 我们现在就坐椅子上去 今晚吃的是 皇帝蟹烧鵝全包型 一只十二位的就是三千五百八十把 半只六位的就是二零八把 当然是抽够十二个人来吃更划算 平均每人都不用三百元 菜单除了有一只烧鵝 一只五斤重的皇帝蟹 还有炒龙等球 蒸龙等腩 杏汁炖白费汤 海心扣鲍鱼 上汤时梳 炸子鸡 最后还有大大碟的衣面 和莲蓉售包 酒楼位于 尼登道 七百五十号 始创中心 有几间酒楼 朝日上月天 喜会 还有海港 坐在湖首电梯上去 湖首电梯 坐上去 上到一楼 接着有路牌 指示你去哪里坐电梯 转过去那边 过来这一边 转弯 转弯 就有 就有 尊重的电梯 上去 我们今天就是上六楼 上二线 这个是全包圆 我们今天就是约了老公 Sisa的兄弟姐们 一共十三人 一起来吃这个全包圆 因为我们有家族基金 所以基本上每几个月 都会出来犯罪一下 开席前 我们要求服务员 给她看一看未精熟的长脚鞋 你看看 嚇到她现在 你脚一会儿 好 谢谢 好 首先上菜的就是烧鸵 那只烧鸵很大 我放中间 要是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烧鸵皮脆肉嫩 热味刚刚好 皮下脂肪又小 不会有好油腻的感觉 主角来了 今晚的主角 皇帝蟹已经蒸熟了 酒楼非常细心 安排一位服务员 为我们将蟹展开 首先将所有的蟹脚 展开放在盘上 然后再将蟹盖拆肉 令到我们吃起来更加容易 这个套餐包含的 皇帝蟹是五斤重的 吃的时候蟹味鲜甜 蟹肉又够稠 翡翠腩菜炒龙等球 龙等肉大大片 份量也挺多 鱼肉新鲜 没有鱼腮味 加入了腩菜有不同的口感 金银蒜蒸龙等头腩 龙等头腩上放了云耳 下面铺了粉丝 鱼肉吸收了蒜蓉和豉油的香味 特别惹味 我个人喜欢吃龙等头腩 多过蒸一条鱼 这一块是蒸头腩里面的鱼皮 厚厚的鱼皮有很丰富的胶质 一定要多吃几个 补补骨膠原 杏汁淘膠炖白肺汤 这是圆中的炖汤 里面放有一只鸡 猪肺 瘦肉 和淘膠 煲出来的汤是奶白色的 应该是炖了很长时间 有淘膠 看到淘膠 我稍后拿些鱼 好 好 好浓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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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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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淘膠 有鸡 有整只鸡 刚才看到 蠔黄海心扣鲍鱼 鲍鱼有十二只 个头都不小 下面占有山菜 味道不过不失 可以了 鲍鱼有多大 刚刚好 放在池巾上 就是这么大 炸子鸡 好漂亮 好饱了 好饱了 太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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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了 吃到最后两道菜 大家都已经饱了 这个上汤 杞子浸时梳 又是大大碟 菜心很甜 和很嫩 就是味道较清淡 看来不是很干身 是溶汁 可以很漂亮 可以 可以 雖然是冰鲜鱼 但肉相当滑 不错 冰鲜鱼里面也算很好吃 集菌 金菇 炆衣面 大家一致认为 这个衣面很好吃 非常好吃 它的底部 都没有够 有干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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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寿盆陶 现在的全包饮通常都有手包 今天虽然不是我们吃什么手饮 但大家看到这个手包都很开心 二家姐立即拿一个 撕开看看里面是什么馅料 里面满满的莲蓉 还有一小块蛋黄 有块蛋黄 幸好不是很大块 这个蛋黄小的好 我们今次的家庭饭聚 这个套餐 因为碟头够大 我们13个人都够吃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错 但要留意 它的全包是包茶戒 和家一服务 没有饮品 饮品要另外付钱 我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 请给个like我 和分享出去 未订阅 快点按订阅键 和旁边的小钟仔 下条片见 拜拜